这招是我新创绝招 叫做一剑格式 正好把你们试试威力 这是任千行首次使用绝招一剑格式 出现了个人专属的红外线特效 对上了九中仙加强版的九仙霸王拳 时间回到半天前 鸟如神找到关玉天 用两本无字天书作为筹码 将燕藏风等人就出了至尊门 燕藏风担心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询问鸟如神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可鸟如神竟然打算信守承诺 将第三本无字天书交给关玉天 鸟如神的做法遭到了赛化陀等人的反对 认为第三本无字天书不能交给关玉天 可鸟如神却告诉众人 关玉天得不到天书就会找上门来 到时候没人是他的对手 还不如将天书交给关玉天 关玉天在没有破解天书的秘密之前 是没有精力再来迫害他们 他们也能够有时间 想办法对付关玉天的先天刚起 更何况要破解生死其宝藏 除了无字天书和凌双剑 还需要得到千灵祈普 因此他们要想办法 抢先一步找到千灵祈普 无心的话点醒了燕藏风 燕藏风当初询问去恶禅师 是否知道千灵祈普的下落 去恶禅师却让燕藏风死了这条心 现在想来 去恶禅师一定是将千灵祈普 交给了死心门保管 事不宜迟 燕藏风当即决定兵分两路 由他和刘依四人 前往死心门密室搜寻千灵祈普 而九中仙则是去拿第三本无字天书 可燕藏风不知道的是 任千行偷听过赫连霸与炼赤血的对话 知道千灵祈普就在死心门的密室 于是抢先一步来到死心门 寻找起千灵祈普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半炷香的搜寻 任千行在木板的暗阁里 找到了这至关重要的千灵祈普 人千行说干就干 当即就动身去找九中仙 与此同时 鸟如神用铜钱占卜破局之法 却投掷出了天火铜人挂 根据挂像显示 九中仙可能会遭遇不测 赛华陀文言大惊失色 鸟如神的占卜从未出错 为了避免九中仙出事 赛华陀决定立刻前去接应九中仙 殊不知已经为时已晚 人千行在返回百花谷的路上守住带兔 拦住了拿到了第三本无字天书的九中仙 九中仙得知人千行的目标后 立刻猜测出了人千行的野心 你想杀我灭口独吞天书 难道你想背叛关玉天 人千行 野心未免太大了 九中仙万万没有想到 人千行野心如此之大 竟然胆敢背叛关玉天 可他九中仙身为封城三峡之一 自创的九仙霸王权威力不俗 曾经一拳击败过贺连吧 他倒要看看 人千行究竟有多少精良 胆敢前来杀人灭口 这招是我新创绝招 叫做一剑格式 我正把你的事实威力 大王权对上了一剑格式 场中顿时烟雾弥漫 九中仙缓缓起身 看向了不远处的人千行 站在原地没了动静 生命气息彻底消失不见 想不到一剑格式的威力如此害人 竟然一招击杀了九中仙 让人千行没费多大的力气 就得到了第三本无字天书 吉普天书 爱奇生死及宝藏的秘密 有一半都在我手上 我为什么要白白地送给他人 关羽天虽然是我的师父 但是他冷血无情 也只是在秘密 与其帮他完成霸业 不能帮你自己